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7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 恒大财富违约真相 或者叫爆雷真相 另外一个就是 福建疫情蔓延 蔓延到漳州,然后重创 莆田协业 一讲到莆田那就想起什么,想起两样东西 一个莆田的医院 莆田系,还有一个是莆田的鞋子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今天看个笑话跟大家说一下 神州 神州12号 飞船返回舱着陆 三名宇航员在天上绕了三个月 下来一看 培训机构没了 孩子们下放学之后没作业了 然后学区房没了 房子也卖不出去了 然后大明星没了,大老板也不见了 这个甚至 连塔利班都执政 所以这个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成不我期 说个笑话 回正题,讲讲这个恒大 9月1号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 和他的团队 出席这个 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 然后这个恒大集团 八名副总 率领八个保交楼专项工作组 和恒大地产的这个各个省的这个董事长 带着自己的团队,签这个交楼军令状 谁都不知道,其实签这个交楼军令状后面是有东西的,有跟东西的 当时这个场面非常的大 没人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恒大要搞一个这样的活动,其实背后有东西 什么东西 钱 大家知道 去年,今年下半年开始,恒大开始出现资金紧张 那么全国各地的楼盘 大家知道楼盘往前推动,交楼 跟什么有关,跟资金有关 你要是资金不到位,你怎么交楼,房子没法盖 建筑商会停工的 很多建筑商都停工,因为 恒大资金跟不上 所以各个地方都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他没办法完工,没办法完工你当然没办法交楼 那么恒大9月1号搞了一个这个军令状 其实签军令状,其实 背后如果你不跟着钱走 你让这些人怎么交楼 没办法交楼 其实 就是钱得到位 所以当时这背后就有事情 只是大家看不出来 当时9月1号 场面非常大的这个军令状签完之后 9月8号 恒大财富就出现了 违约的情况,就爆雷了 就没办法兑付 9月10号 许家印 许家印在这个恒大财富专题会上面 对投资者承诺,说我们确保 所有到期的财富产品 尽早全部兑付,一分钱都不能少 他讲这番话的时候,其实 他等于违背了两个承诺 第1个承诺是什么,交楼 第2个承诺是什么,兑付 所以 而且 现在许家印面临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控 楼用资金 那么楼用资金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 从哪里讲,就是 恒大的全国各地的楼盘,由于资金紧张 他没办法交付,没办法完工 然后他9月1号 搞一个军令状,好像是底下人努力,其实不是 真相是什么 从8月9号到9月13号 恒大地产 恒大地产 就是恒大的 恒大集团的子公司 恒大地产 全国22个子公司,包括天津 广州 合肥,长沙 等等这些子公司 发起了68次股权质押 把他的股权进行质押 分公司的股权质押 将地产项目的权益押给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叫恒大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 那么恒大地产 从这家公司获得了多少资金 200亿 恒大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是什么 这家公司呢 就是恒大集团的下属公司 不是中国恒大的下属公司 恒大有两个公司,一个叫恒大集团 一个叫恒大,中国恒大 中国恒大是香港上市公司 恒大集团就是 许家印持有的公司 恒大集团基本上所有的资产都在恒大集团下面 所以呢 这家公司呢 恒大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在恒大集团下面,不在中国恒大下面 所以他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不需要公开 不需要披露 恒大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的真实身份 是什么 就是他负责运营 恒大财富 那么他向20万恒大的员工 和外部投资者 出售了400亿 400亿理财产品 那么这家公司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恒大金服 恒大金服他原来的平台 他是2016年上线 恒大金服 恒大金服当时全国最流行什么 P2P P2P 恒大金服 就是运营恒大集团旗下的 P2P平台 后来P2P整顿 整顿了2019年的5月30号 恒大金服就改名叫恒大财富 然后他的营业范围就是从事 财富管理咨询 社区金融 社区金融业务 然后最近5年 恒大财富的融资总额超过400亿 资金全部交给恒大财富统一调配 恒大财富融资的来的钱 全部 都拿来干什么 全国各地的 地产项目 这个不意外 而且恒大内部也不是秘密 归根结底 恒大财富实际上 是恒大集团的资金池 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 真实情况就是今年的8月到9月 恒大集团把恒大财富 用于兑付给投资者的资金 调度给了谁呢 调度给了恒大利产 有多少亿?200亿 200亿这差不多是恒大财富的 所有的资金 于是 9月8号,9月8号马上就到,9月8号 恒大财富就没办法兑付了 就所有的兑付理财产品全部都停下来 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就往 恒大各地的这个办事处 去维权 所以呢9月12号 恒大财富的总经理叫杜亮 杜亮在他的总部接待就是几百名这个 恒大投资者,维权的投资者 跟他们讲 他们说你们的每一分钱 我们都真真实实的 投到了地产的每个项目里面 他这话说的没错,是大实话 但是这些投资者没听懂 没听懂什么意思 其实这钱走了 去恒大地产 你们拿不到钱 原因是这个原因 这一切 许家印全知道 他非常清楚,因为为什么 这个钱他签字,他不签字钱能过去 但是 他在9月10号 信誓旦旦的向投资者保证兑付每一分钱 他很清楚 恒大财富一分钱都没有,因为他钱给他吊狗了 他在干嘛 他在撒谎 他在向投资者撒谎 资金全部投到了 你想一下,资金投到房地产项目进去了就出不来 所以 这是恒大财富违约或者恒大财富爆雷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 许家印 把恒大财富的钱 挪到了恒大地产去 所以他没办法兑付 而且 就在兑付的前两天 发生的事情 一直发生 到了9月13号还在抵押 9月8号已经爆雷 就实际上账上还有点钱,都不弄完都全部掉走 这就是恒大 恒大财富爆雷的真相 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涉及违法行为 这个要看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怎么说 那么财报显示 截止6月30号 恒大 恒大,中国恒大一年内 不是恒大集团 是中国恒大 中国恒大 就是上市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债 2400亿 那么恒大整体的负债是多少,恒大集团的债是多少 两万亿 中国恒大上市公司 一年内短债是2400亿 那么同期他的现金只有867亿 而恒大财富到期要兑付的 理财产品 400亿 所以恒大就怎么办 用物业兑付 物业兑付 9月13号恒大财富公布这个兑付的方案 现金分期兑付 食物抵冲 还有就是理财额度抵冲 就用这种方式 反正他房子现在卖不动 卖不动怎么办就用食物 包括什么呢,住宅公寓按照这个基础价格打75折 72折 和54折 那么商铺和车位 打48折 然后这个彭博社9月17号 这个采访了恒大的员工讲这个具体执行 以物业底兑付是 投资者 投资者自愿 自愿参与 然后是9月30号将会举行网上的物业简介会 然后每50万 还是这样,选房程序是 50万投资者换一个代币 代币越多的投资者,排序越靠前 选择好的单位越高 机会越高 折扣与之前工不相同 住宅72折 写字楼54折 车位和商铺48折 那么 那现在的说法是什么,现在说法之前 7月份曾经传过,经贸要和 恒大谭收购大湾区有几十个巷子 后来这个恒大否认 到了8月底那就恒大和这个万科还有这个碧果园 收购恒大物业 也没谈成 然后就是 许家印在香港有个非常有力的支持者 叫刘兰雄 刘兰雄是一个 是一个鼓坛狙击手,很厉害 他出手非常凶狠 那么他和很多明星 出过很多绯闻 香港人叫刘兰雄叫大刘 大刘因为他有个弟弟 所以他刘兰雄就叫 就叫这个大刘 华人之夜的老板 那么恒大呢 去香港 去香港上市 那么刘兰雄是他的基石投资者 那么去年呢 恒大刘兰雄和他太太 包括和华人之夜 等等 共持有 刘兰雄家族持有恒大多少股权 8.86 8.86,是恒大的第2大股份 那么从8月26号开始 这个刘兰雄就开始 卖 开始卖,卖这个恒大的股份 那么 最后一次是9月10号 卖掉了多少呢,2443万股 套现是 是8751万 从8月26号一直卖到9月10号 总共卖了多少 1.32亿股 那么套现是5亿2600万 那么他还有,他手上还握着多少,10亿股 还有10亿股 那么是 他仍然是第2大股份 但是他已经开始卖股票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恒大会不会倒 现在是各界 讨论的议题 其中 其中就有谁呢,其中就是就有一个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胡雕盘 胡雕盘在他个人的博客上 说了一些话,我们讲讲 也讲讲 他说恒大今天遭遇 遭遇提供,今天的遭遇提供了警示 盲目扩张,轻率操弄金融 使用高杠杆,这些都是需要顺风顺水 加运气保家护航的冒险 这话说的没错 恒大在国家此轮调整前,把橡皮筋绷得太紧 他其实规模越大,负债越高,因此也最脆弱,造成了一个 微如雷卵的格局 这个也没错 这话说的也对 一旦问题爆雷,出世企业不能有自己大就不能倒的侥幸 他们必须有能力以市场方式自救 这个话也对 然后老胡个人希望恒大能渡过难关 每一个遭遇困境的企业,老胡都希望他能够上演 起死回生的奇迹 那希望和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 但这个奇迹需要恒大和每一个一旦陷入险境的企业 主要依靠自己的市场力量去创造 有人说恒大一旦破产,有可能成为雷曼兄弟倒闭那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导火索 但我相信不会 恒大要倒,也不是倒在房地产业务上 等等 我们的社会没有让恒大倒的力量推动 看恒大自己吧,恒大能挺过去吗 悲观的看法很多,让时间来回答吧 话说得很圆滑 意思就是一个 恒大倒 是因为太激进了 倒也没事,不影响大局,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维稳的言论 怎么说呢 倒 如果他真倒了 那有很多的原因 要让他倒呢 那我们就像一个木桶 一个企业就像一个木桶 围住这个木桶有个底板 就是你的主营业务 然后还有很多块木板 把它拼起来,这是一个木桶 任何一个 任何一块板子 掉下来 这个企业都会崩溃 所以呢要维持一个企业的局面 需要很多的条件 但是要让这个企业垮台 一个条件就够了 你不知道是哪个条件 9月15号这个中程信 下调恒大地产的评级 从AA下调到A 9月2号是从AA下调到AA 那么中程信说 恒大 中国恒大和恒大地产 流动性持续恶化 那么这个 对加大借款续贷以展期协商的难度 对恒大信用质量进一步带来负面影响 恒大在境内境外都是发债大户 大家这个不意外 那么境内的这个发债平台是恒大地产 那么目前 恒大地产 存续的 债券 535亿 平均票息6.35 那么另外还有23亿的这个资产证券化 然后这个8月以来恒大债务危机8月份以来 恒大地产的债券 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9月16号 平均下调恒大地产的这个9个公司债 停牌一天今天复牌 复牌之后呢他就退出集中竞价的市场 那么改为场外询价和大宗交易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 场外交易和这个这个集中竞价 本来呢应该有差价 是场外的交易 相对比较便宜一点 场内集中计价稍微高一点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因为恒大的债券 债券价格已经跌到垃圾债的这个级别 所以场内场外的这个 没有什么价差 没有什么价差呢 中小投资者就参与度就不高了 参与度不高那主要是 主要是批发了基本上我不要我就整个的 一篮子卖掉所以就场外询价 原因是因为他已经跌到垃圾级别 那么 其中比如说 20恒大01 那么 15号已经跌到24块钱 收益率 估值收益率已经达到了 565% 565是什么概念呢 565这个价格收益率 就是 这个债券已经可以违约了 已经会违约了就违约的水平在里 恒大 债务重组已经是一步之遥你从这个债券市场的表现来看 那么9月14号 恒大宣布聘请这个投行 华丽安 还有就是中港资本 帮助他们评估 现在的资本架构研究这个流动性 那么汤森路透统计 华丽安去年 全球债务困境和破产重组交易规模 全球第一 那么他很擅长 这个兼并收购 市场融资 财务重组 很有经验 那么路透社还透露 恒大的海外债券持有人 已经选择了投资银行叫美池 美池 美池和凯义 作为他们这个债券进行潜在重组的顾问 那么主要是什么中国 恒大在海外有200亿美元 离岸债券 万一他不能兑付 怎么办 这个投资者 已经把这个提前把这个 把投行跟这个律师事务所都已经找来了 不行我就得 都得采取行动 那么总的来看 总的来看 恒大这件事情呢基本上 大家都在为他 开始准备后事了 所以 从局势上来看我觉得徐家印翻盘的可能性基本上 很小很小 就是看他怎么终局的问题 我们之前讲 政府已经开始出手 政府开始出手 估计就是开始要 要采取行动 我们看进一步关注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这个第1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留个8分钟讲讲福建疫情 福建疫情继续持续 莆田 泉州厦门 这三个城市 出现了疫情 现在轮到哪里 轮到漳州 9月16号凌晨 漳州市 台湘投资区发现了一例 核酸检测阳性患者 感染来源是厦门 同安区 湖里工业区工业园的 一个公司的同事 传染员是来自那里 从厦门过来 那么初步判定居住在漳州的密切接住者 19人 密切接住者的密切接住者101人 现在已经在这个 集中观察 那么漳州对 患者居住的小区进行了封控管理 对台湘 投资区进行了封控 那么同一天 漳州 漳州这个疫情指挥部宣布几条 第1个 全市小学幼儿园 线上教学 返校时间另行通知 全市中职学校 中学 9月17号 暂缓入学 线上教学 返校时间另行通知 高三是否启动线上教学 各地 各校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方案 报指挥部 同意 寄宿学校 完成核酸检测才能离校 非寄宿学校按照时间安排进行核酸检测 全校校外培训机构 高辅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活动 现在福建的疫情已经至少传播了五代 形成了四个感染链 福建省卫健委 说9月16号0到24点 福建本土确诊病例增加了61例 那么其中 厦门31例 厦门还很厉害 漳州一例 泉州一例 莆田28例 所以集中在厦门 和莆田 其中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1例 无症状感染者6例 从9月10号开始 福建省累计 确诊病例是261例 无症状9例 全部都在莆田 福建省疾控中心对 阳性感染者进行 病毒基因测序 结果是56例病例 全部都是Delta 变异株 属于同一传播链 那么 漳州的这个报告的这个确诊病例和 厦门同安疫情的这个关联是关联病例 四条感染线 四条感染线 都是这个林某杰 从新加坡回来 那么这个分别是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所在的小学叫瀑头小学 这个凤庭镇的瀑头小学 他的太太工作的地方叫协胜协厂 还有他的亲属 亲戚 除了鲜游 他们都在鲜游县 除了鲜游之外 还有另外一条感染线就是 同安工艺工艺品厂 那么传播总共传播了五代 那么林某杰 新加坡 从新加坡回到莆田 然后就一代一代 从他太太 到他的员工 然后到他这个厦门的第1个确诊病例 总共传了五代 国家卫健委派到福建的这个工作组专家 判断有三点 第1 目前 福建的疫情处于上升期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就是疫情还没有往下走 还在往上走 还在传播 第2个是低龄儿童感染多 主要是轻症 第3个是 到目前还没有发现疫情向外省外议 这个我迟疑 迟怀疑太多 因为当时 当时的情况是 应该是有3万人 3万人离开了莆田 那么提起莆田 很多人都会想起莆田系 莆田系就是那种 就是骗钱的医院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莆田鞋 莆田鞋业 莆田鞋业非常的发达 中国鞋都 莆田 制鞋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 莆田的鞋厂 4200家 从业人员有50万 年产值是过千亿 每年生产的鞋有12亿双 占全国 占全中国产量的93% 非常厉害 疫情爆发对莆田的制鞋业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那么0594 蒲猫联合企业的负责人叫于国明 这个 这是医财采访他 他说鞋厂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 进不出去 第2个进不来 进不出去 进不来是原材料进不来 进不出去做好的产品无法出寄 运不出去 目前工厂仍然在正常生产 但是如果物流不畅的话呢 手朵的资金 只能维持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疫情稳定的话需要25天 所以他压力非常大 停产 停产是肯定的 这是什么时候停的问题 他说这几天我们大概有1000件货寄出去了 可是真正离开莆田的这50几件 为什么 因为货已经在莆田呆着 物流已经收了货 但是没有实质性的投递 因为他们的 车动不了 车动不了的原因是因为 货发出去之后呢 货车司机到了目的地 就在当地被隔离了 没办法返程 所以司机都回不来 造成这个物流中断 目前这家公司有20多万双鞋鞋鞋在仓库里 有很多鞋都是应期的产品 本来希望赶上中秋国庆 这个双11 还有双11 这个高峰 但是物流问题现在发不出去 那相对于国内 相对于违约 违约的情况是什么呢 国内情况还好一些 比较好说 国际贸易就比较麻烦 你发海外的货比较麻烦 那么 冒出会 冒出会 莆田分会 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办理不可抗力 实质性证明的通知 就通知这些鞋场 受疫情 受疫情无法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 可以及时向他们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的证明 这个证明可以帮助他跟对方做解释 甚至可以打官司 那么9月16号凌晨 于国民给那个记者 发了一个信息说 刚刚收到的好消息 说中通快递今天可以跑了 我们抓紧时间 安排投递1600件 试试看 那么下午呢 下午3点 记者在这个仙游县 的一家鞋场 看着这个这个厂大门紧闭 走到车间里面 空无一人 疫情爆发之后 鞋场立刻停工停产 海外订单做不出来 那么 副总 说出口订单很多 但是 货出不了 所以订单会取消一部分 这个厂子 员工是2000多人 年产 年产能约600万双 产值6亿多 外贸订单是主要 大概是这样 所以 疫情爆发对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疫情对 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就是 虽然中国已经完成了10亿人口的全覆盖 疫苗注射 但是疫情仍然会随时爆发 说明疫苗无效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每在一个地方爆发 就在对当地经济产生一次冲击 而当地经济跟全国经济跟全球经济都有关联 你比如说 莆田 莆田中国出口的鞋基本上都在莆田做 那你想想看这后果是什么 那么全世界的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 那就这就是疫情的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在这里呢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字幕组 字幕组有一个成员 叫Tina Tina今天 做满200期 200期字幕 很厉害 很牛 非常感谢Tina对我们 节目的支持 另外还有 言行 欧阳 菲菲 Cliff Wang Samuel Mary 我们有8位网友同事 给我们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字幕 我们的字幕更新得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优秀 感谢他们 鸣谢TT 谢谢 Helen 谢谢 二师兄 谢谢 Eleaner Ma 谢谢 情况 我的亲戚在中部省份 家庭经济实力强 他手里持有大量房产 包括写字楼 民宅 商铺 最近和我吐槽 房子根本租不出去 现在成了负担 每年物业费 各种费用加起来近百万 我劝他割肉降价把房子脱手 现在应该还有现金 他一方面说降价也卖不出去 另外一方面还抱有幻想 他觉得房地产业不可能崩溃 可能崩而不溃 观点 恒大这种情况涉及内幕交易 目前要查 就看CCP法制程度去到哪个级别 很多国内的大V都不敢公开说 如果恒大倒了 消费者该如何应对 情况 提问 恒大这样大肆借钱 然后又大量分红派息 高管们从中获得大量的利益 最后剩下大量债务还不上 这种操作是否违法 如果不违法 那债权人的利益是怎么保证 这里面涉及到违法不违法 我不知道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这个需要 理论上来说应该法院定 是不是违法 或者是律师 律师应该也知道大体的情况 所以 我不能够讲是不是违法 但是 我们基本上讲的是什么 借钱跟花钱应该收支是两条线 那么花钱和 借钱这块 首先就是 你借钱是有条件 是有规则的 或者募集资金是有规则的 那么恒大财富他募集资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前提 第2个 你募集资金之后 你的资金怎么使用 和你 和你宣称的这个 理财产品是不是一致 这也很重要 如果你募集的资金没有按照你宣称的 我这资金拿来干什么 去做了另外一件事 这是违规 这很清晰的违规 那债权人的利益怎么保证 债权利益保证有两条 第1条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很重要 就是 你这个理财产品 你要买 买这个理财产品 你是出卖者是不是进了 进他应该告知的都告知了 他没有告知违规 这是一个违规 另外一个 债权人的利益的保证靠谁 靠证监会 证监会是不是执法 证监会有没有及时的监督 证监会有没有及时的发现问题 证监会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 债权人的权益 主要靠这两样东西 那么出了问题 马上查 这当然是司法 司法要兜底 提问 提前卖股票套现算是县内交易吗 正确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 你去看那个 好不好 卖股票 提问 恒大这种方式 是不是庞氏骗局 本质上是不是把借款提前都分了 他们的盈利 是做出假账吗 我们要搞清楚 庞氏骗局是什么 庞氏骗局是 我用高息分红来吸引投资 这是一个 就是我的回报率很高 很多人就愿意把钱给我 然后呢 我呢 我当然没办法获得那么高的回报 然后呢 我又用借来的钱 还给前面的利息 理解吗 庞氏骗局其实讲的是什么 讲的两个字 高息 高息是庞氏骗局的 特征 就是用高息来支付什么呢 支付之前的 之前的借款 不断的循环 这叫庞氏骗局 恒大算不算庞氏骗局 恒大也是高息 但是他不是啥都不做 他后面是有实业 有点像 但是是不是一模一样 琢磨一下吧 本质上是不是把借款都提前分了 算吗 我不知道 一说本质上 我都觉得 是在骗人 我不知道本质是什么 盈利都是做出的假账吗 盈利他通常分红的盈利讲的是中国恒大 中国恒大是香港上市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理论上来说 他要做假账 有点难 因为要审计 上市公司审计是很严格 但是他可以做出利润 他有利润 有做出利润的空间 因为 因为他上面有个恒大集团 他可以做一些交易 让中国恒大利润很高 亏损放在国内都可以 这都可以做 提问 有种说法是CCP有意让恒大爆雷 让恒大债务问题成为像雷曼兄弟一样的导火索 目的是引爆美国金融泡沫 造成国际金融风暴 CCP在从中余力 美国金融泡沫 美国金融泡沫能比中国金融泡沫大吗 我没觉得 就是说我先把我自己的房子点着 点着之后 然后蔓延到你那儿去 让你的火更大 但问题是万一烧不过去 你的房子烧完了怎么办 对吧 这故事就很简单 你说 恒大先爆雷 恒大先爆雷就把自己房子点着嘛 对不对 那烧着烧着烧过去 烧到美国那边 美国的房子在附近 我的火太大了 把美国的房子也点着了 然后你从他那儿得利 但问题是你自己的房子也点着了 而且你的房子先点着 烧得更大好吗 你觉得会这样吗 我觉得不会这么笨吧 提问 刘端雄会不会成为恒大的百五十 当然不会 他仗义 但是他并不傻呀 对吗 提问 如何判断中国近期出台的政策 是否受习本人的影响 灭霸响指一天灭一个行业 很有席的特征 但是申请加入TTP 又不向他能低声下气提出来 请问对此王先生怎么看 加入TPP 有好处啊 昨天节目解释 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其实是有利益的 有重大利益 有重大利益 习近平这老农民的特征 老农民特征一方面是死硬穷横 老农民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 唯利是图 这个 他愿意的 这个像他 非常像 就是 功利 非常功利 提问 为什么中国不向美国进货一批疫苗 这样至少可以让中国人有选择的打外国疫苗 然后可以看到到底有没有效果 很快可以控制中国疫情 那如果 你要是进口外国疫苗一进来 大家一对比 中国疫苗不就穿帮了吗 中国现在 跟大家讲 打了疫苗不要去测 测这个含量 体内的这个抗体 为什么 测不到 你想 疫苗打完之后连抗体都测不到 肯定是疫苗无效 他就说你别去测 千万别测 就怕穿帮吗 那你买一批美国货去不就马上穿帮了吗 控制疫情这件事情 所以他更愿意控制真相 控制真相 对中共来说 控制真相 比控制疫情更重要 真相会让他什么 让他再跟着啊 摘大了有可能下台啊 观点 中国社会待机剥削 年轻人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主要是平爹 有钱子弟多吃多债 农村子弟上不起学 找不到工作 赚不到钱 买不起房 取不到妻 断子绝孙 非常残酷 说的 提问 中国经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是不是无力回天 经济永远回不去了 投资消费熄火 出口还不错 出口现在 独立支撑大局靠出口 中国跟西方国家闹翻脸 非常愚蠢 真的闹翻脸的话 饭都没得吃 情况 最近快递除了顺风都发不了新疆 之前的发的都退过来 情况 今天单位突发通知 要求统计员工 是否有境外媒体账号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Instagram 等等 当然我只能说没有 感觉这是文革的前兆 风声很紧 可见习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 不会回头 谁会觉得他会回头 我从来不觉得习近平会回头 他会有些策略性的调整 但是从 从去年前年开始 我从来没见到习近平策略性的调整 提问 从反中中运动开始 能见度较高的香港政权组织有警队法院和港府 却漏了廉政公署 请问一下王水 廉政公署是不是已经民村实亡 还能办警队的案子吗 这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民村实亡 提问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布林肯 删除昨天就香港DQ区域员 与香港人站在一起的推文 删掉与香港人站在一起的字眼 并发表另外一推文 虽说他之前也发过 和香港站在一起的推文 但是布林肯 匪所思的行为 西方 光说不练的虚伪 已经让人很恼火 难道现在连虚伪也不要了吗 我没看到 没有意义 等我看一下 之前是怎么发的 你把前后文能够贴出来吗 给我们看看 行不行 我没跟得那么紧 没空 没空跟得那么紧 情绪 早上老师讲 有关CPTPP的新闻 想到当年国民党又要发动反莱猪公投 就觉得很焦虑 2019年国民党就因为发动反核 反核实公投 而且通过让台湾必须限制辅导的农产品进口 而且两年内不得重新评估开放 造成台湾 在谈判加入CPTPP方面 有很大的障碍 这些公投一旦输出民粹 而且政党动员 通过门槛不高 感觉台湾努力想走向世界 但反对党无论是诉求 和个人政治利益 还是配合中共 都不断困住台湾 而且力量仍然不小 感觉无奈 这就要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就很重要了 昨天我看见一个视频 讲那个什么 讲有个人跑到 蔡英文总统 总统府前面去抗议 说这个 美国人来这么点不够 要多来一点 蔡英文你不要逃跑 等等 喊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国民党这几年干的事情 实在是很不堪了 你看一下 选这个党主席 那是党主席吗 那明明是中共党支部书记 好不好 哪是选党主席 再选中共党支部书记 台湾支部书记 台湾党委书记 观点 恒大本质是庞氏骗局模式 管理层卖理财产品 管理层也带头买 强迫员工买 忽悠外界买 然后抽取部分资金做别的事情 达到一定规模即将无法兑现时 管理层先套现 赚一笔 最后爆雷所有员工和外界投资人买单 从法律成练 不是诈骗 里面全是按枪操作 规避法律 本质就是变相诈骗 但是受骗人无法找回损失 又不敢打砸场等人身伤害 最终就是恒大管理层 人人都赚肥了 恒大部分板块 或者整个破产 典型的富了和尚 穷了庙 说得非常好 情绪 谢谢王老师回答我的提问 我同意您说的 大刘不会傻到去做白武师 一定不会 对 刘兰雄很仗义 但是 他不傻 他真的不傻 他傻的话 他怎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 情况 昨天参加纪录片观影活动 内容关于虎制品非法交易产业链 包括虎骨酒 虎鞭等 活动后来和来自瑞士的 导演告诉我 许多当今被认为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 实际上是 不是自古传承的 而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出现 这也是在毛领导的大跃进 和文革一系列事件之后 我顿时觉得毛骨悚 OK 情况 坐标厦门 早上出门 原先的上班高峰期 现在一届车厢 只坐了两到三个人 另外健康码太蠢了 我朋友只是开车经过 被隔离区的小区 马上变黄码 现在被迫居家隔离 进出小区健康码 黄码的人必须三天两次核酸检测 人心惶惶 这个中秋非常冷清 那很惨 厦门中秋节很大 比过年还大 那这个真的很惨 那商家麻烦 情况 台湾1990年1月1号依照 GATE 就是 关贸总协定 第33条规定申请加入 中国以一中原则要求关贸总协定 不得让台湾先与中国加入 而且不得以台澎金马名义加入 迫使台湾以台澎金马 个别关税区 名义加入 经历12年 200多场谈判 2001年完成 各项双边贸易资商 1月1号 2002年1月1号正式加入 也就是说 中国只要顾忌重施 在CPTPP谈判过程当中 就能拖延台湾加入时程 中国申请加入CPTPP的目的不再加入 而再影响台湾对外经贸 当然对英美其他国家 影响则另说 我觉得这不对 CPTPP和WTO不是一个层面的意义 大概是什么概念 WTO是一个国际组织 这个国际组织 是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 全球性的国际组织 那么中国以这个国家主权的名义提出这个一中原则 那么WTO接受这个原则 而且接受它的要求 这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会这么发生 但是CPTPP不是WTO层面的全球 全球国际组织 它是一个区域性的 经贸组织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是 成员国说了算 它不算是一个完全性的国际组织 所以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他们会理会这一点 当然中国可以 中国会 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中国做这个动作 我认为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中国做这个动作会不会产生影响 我觉得不一定 情绪 中国房地产本质是几股传花游戏 现在股声越来越短 游戏快结束了 情况 坐标福建先游 先游就是爆发点 29号从先游回杭州 现在居家隔离 从高中群众看到 几十辆大车排着队 拉不知道多少人集中隔离 隔离的条件是废弃工厂宿舍 条件非常差 情况 国内大行考虑既提恒大贷款损失 农行已经为恒大风险敞口 拨备贷款损失准备金 其他几家债权人则考虑给恒大更多的还款时间 看来是在准备后事了 观点 如果政府有意逐步让房地产行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一方面不再让房价绑架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还能继续作为建筑材料等 行业的龙头 那么把水龙头关掉 让民营房企逐步饿死 各地的承建公司或者国企将民营房企在破产后 入场收过来 这是一局很大的棋 反正各种现代政策已经基本上房地产的流动性 消除的差不多了 没大量卖谈也 不怕房价会暴跌 这是 不怕房价暴跌 你在说什么 怎么会不怕房价暴跌 那为什么要限跌呢 房价如果是这样的话 房价不仅会暴跌 而且会崩溃 你们太高估 你们太高估中共的执政能力了 中共的执政能力就是 他的经济政策就是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他的其他的政策就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呢 你还这么大的棋 他都是打哪指哪 一枪打过去然后就在那儿画标把 饿死了就说我有意把他饿死 这个 我对这种 我对这种观点 我从头到尾 都是持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 中共是有很多阳谋 中共有很多轨迹 但他不是用在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的技术难度太大 他根本操作不了 他更多的用在什么 对付老百姓身上 对付老百姓在他用轨迹用得很深 这么复杂的 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他操作不了 我不相信 提问中国是不是有搅局的意图 利用参与谈判拖延时间 我不知道 我们不要让我去猜测中共的 这种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猜不到 你可以猜测什么 你有个政策出来 我推测政策后面的用意 我可以猜 你让我去猜 他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那我怎么猜 我猜不到 观点 生活在墙内要尽可能的避祸 要学习中共历史 中共的恶事很多 不是第1次出现 多学习历史教训 才能更理解现状 躲避损失 OK 情况 先由隔离点是酒店和中学学生宿舍 不是厂房 OK 情况 坐标澳洲 围省郊区 员工三天前意外去了一个高危污染区 收到通知 自我隔离 今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就正常上班 不明白为什么国内要做 三天两次这么折腾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核酸检测测试剂的准确率很低 就是准确率很低 就让你多测几回呗 不怕折腾 情况 国民党党员70岁以上占七成 四岁以上只有三成 老人都是党国教育的支持者 而且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特点 这些老人的特点 什么特点 他们的胆 都被共产党吓破了 所以他们早就投降 他们 败退台湾之后 他们的胆已经全破掉 所以他们现在在精神上 是个祥宾 情况 今天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消息说 为了减少粮食浪费 建议实行粮票购买 这是要回到六七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吗 OK 鸣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现在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